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她突破传统的配方 加入大量的黑枣与龙眼干 做出甜而不腻 软Q又带有脆感的点心 大家一起动动手吧 到亲友家的时候啊 都能够送上自己亲手做的年纪贺礼哦 现在新出卖 健康贼单来来 欢迎我们这一位 是我们这个年纪最好的榜样 不断学习的康美清师姐 师姐你好 艾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讲说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 要不断不断地学习 对不对 对 生活才会更充实 是啊 今天呢 我们这个美清师姐呢 不但要跟我们分享 她学习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每一样说出来 你的眼睛都会亮一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自己到底得到了 多少的乐趣还有成长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你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主要的这个点心哦 请各位现在赶快把纸笔拿出来 因为快过年了 这样东西学起来 你不用排队去买了 你就把它包好 你自己可以送你的亲朋好友了 对不对 到底是什么呢 南枣核桃糕 听到没有 南枣核桃糕是不是过年送你最好的东西 今年自己做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南枣核桃糕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 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南枣核桃糕你知道吗 我所有的坚果里面我只爱吃核桃 对身体不错 我就是爱核桃我可以天天吃每天吃 所以说这个南枣核桃糕是我们这个传统中国点心里面 属于在排行榜上面的 那么现在呢 先要你要处理的是什么 这个黑枣 然后是用一个干锅 对 用干锅 那火要 小火 黑枣就是我们去中药房买吗 还是有机店 就像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黑枣 其实到中药房买比较好 对不对 对 那个纸就要帮它去掉 好 那这个纸要去掉 去掉把它切细细的 就变像这样 对 这个有没有所谓的比例分量来分 有 也是有的 有 对 这个叫做水麦芽 水麦芽就是跟那个黄色麦芽不一样 它是软的 黄色麦芽也是软的 只是它的颜色就不会做起来是很黑的 你那个就会变成焦糖的 因为黄麦芽就是做起来颜色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买水麦芽 然后这个是 你这个上面是连着那个 我那个糯米 因为本身就是麦芽的时候 会黏 那个会黏 包的糯米只是让它能够 让我们在拿的时候 手会比较干净一点 我们外面买现成的没有 没有包糯米 所以说因为我们自己做的 外面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品是什么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说 所以我们现在像这个水麦芽 没有融化之前 就把这个糖 我用的是那个海藻粉的时候 海藻粉对于那个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 就不会那么甜 海藻粉喔 没有 海藻糖 要到哪里买海藻糖 那一般红焙店或者是说 那个超级市场的时候 有叫做海藻糖 事实上糖分很多种 它有白糖 有细砂糖 有二砂 有棉糖 这就是棗泥喔 这个是棗泥 棗泥是买现成的喔 当然棗泥是买现成的 因为我们不太会 不太好做 这个不太好做 那你棗泥它 它的成分就会有写说 我全部都是纯棗泥的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全部 它就会说 这个就红焙店就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做的过程 一定要小小的活 因为你小 你怕它就是会 焦是不是 对 会焦 好 所以说海藻糖分 比较贵一点 它那个大概 我记得300公克就要150块 差很多 300公克就300块 就差了十倍 所以它对于 一般就是我们糖吃太多了 就会对身体的复合力就不太 不太好 所以好 我们要它甜 但是又不要说太甜 对不对 因为这个黑藻本身就有甜味 对 然后这个棗泥也会有甜味 对 那如果不放糖其实会不好吧 如果不放所谓的什么海藻糖或什么 对 你就会粘度的时候就会比较 它有影响到一个粘度吗 对 那个稠度的时候 会影响到那个粘稠的那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放下去 为什么 一般我们要炒过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香味 你问问它有不香 那个味道 有耶 有慢慢香 那一般外面有时候做盒藻的时候 它就是放这样子水 然后核桃 没有再加这个香气 没有加这个大棗 黑棗 因为它有一种烟熏的香气 对 是不是 对 一般是没有加这个 对 烟一味对不对 难怪 所以外面你吃那个东西 你会烟一味 因为这个省钱太厚了 对 所以这个油是适量吗 这样给它适量的时候 让它能够润滑 能够有光滑的量力 所以我用的是橄榄油 他们用的是那个 一般的油 一般的油 你们看到没有 这位太太 这位太太 它是整碗的核桃 又倒下去了 这个不自己做怎么行 买也买不到 这个要用卖的话 那一块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然后寒假寒那么高 别人也不要 对不对 有啦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姐的时候 她就是做这个在卖的 其实它照你的配方 对不对 有 调整了一下 就是你核桃可以多胖一点 像我放到450公克 这么多 对 我说我胖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吃饭配菜 不是 可是我进吃季二十几年来 身材没有变 因为吃素 像我这么喜欢吃的 我假使不小心我就会很胖 也是会对不对 所以既然爱吃 那把它那个所有的配料都让它比较健康 那你一样可以吃得到 但是不会说影响到身体的状况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对 有的时候也不要太控制自己的那个 那个 那我们这样子 实的那个感觉 这个是 问题 这个是熟糯米粉 就是一般的做骨粉 就是什么绿豆糕 什么糕就是用 糯米粉 但是有分熟跟生 生是你要做汤圆的 其实今天所有的材料都到 烘焙材料店买都买得到 可是你要跟她讲说 我是要熟糯米粉 对 它有 你要开火还是关 关掉吗 再关 也可以关掉 关掉 它用余温就可以 是不是看状况 为什么这个放下熟糯米粉的时候 它就 因为你才能成块 不然你这样 就是你 可是你说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放熟糯米粉的时候 火关掉也是 就是要热 因为你本来就是有热度 冬天来做这个的话 是不是那个火的温度要控制得很好 对 不然你也炒会搭 第一个炒会搭 我们要用不沾锅 好 用不沾锅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那个热度不够 它又会 马上就会凌固了 所以说这个 在厨房里面做这个其实 我们现在看到它做小小一锅 也是蛮费事的 你手很快 你常常做这个 跟别人分享 对不对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是 你看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你不只是做这个 我刚刚一倒 马上先拿了一杯这个给我 冰滴 然后呢 这不是茶 用这样子 然后你就冰滴咖啡 昨天就是 我特地在家做的 在家做的 昨天 一定要喝 一定要喝 我就喝一口 对 他们有咖啡 为什么你的冰滴咖啡 有一种烟熏的那种 有一种烟熏的香气 它那个有分豆子的关系 对 这家也是很有名的那个咖啡 还有我跟老师学的 我最近 我最近写咖啡 最近在学咖啡 你看 你本身做园艺的 对 做园艺的时候 不好意思 是因为嫁到他们家 他们家是做园艺 对 但是你之前懂园艺吗 插花 我会结婚之前 我插花 我们家开照相馆 你们家开照相馆 但是你对园艺 其实是另外一个领域 插花跟园艺 那是不同的 有 因为园艺很广 园艺你照景 像我照景照得很漂亮 我是内干景 对 可是你那个照景是 也是架过去才开始 边做边学 就是你要有做一个景 景的时候 就像我们去看风景 你就是 就像人 我一直讲比例不能近看 近看你就很多的缺点 你说对 对不对 作文什么的 要远一点 才会很美 其实基本上就是 用一个美感来看这个状况 对 上人说 静持记的时候 今天爱都一样的 可是我们有学历不一样 对 身高不一样 对 背景不一样 对 都不一样 上中下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就在中庸 这个是修行 最高境界 就是保持中道 看是 蛮有错 不用偏走也不用偏用 对 好 这个你看 在这样子一个聊天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它好了 所以我们很明显地看见它 你看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硬了 是不是 是 因为我们就是要用 跟它包起来的时候 然后要去 因为它热度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要用热的袋子的时候 去跟它装起来 装起来就要去盖 其实这个因为是煎的 它的温度应该很高吧 不会 还好 因为我们刚才关火了 在这个现在风也吹了 搅拌的过程当中 对 它就已经 就是不会那么热 请问一下 如果不放耐热袋的话 它会怎样 它会黏对吗 会黏黏 对 你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黏 你是说如果它放在一个模型里面 可能它会黏住 对 你可能是说你去涂油 一般像我们做烘焙的话 它会在模型底下抹一层油 然后把这个放上去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当你在擀东西的时候 你没办法去擀平 擀平 它可能会有奥度不明 你就是像这样子的话 会有这样子黏起来的东西 原来如此 好 其实因为我现在感觉上 因为它跟一般的糖不一样 像做牛奶糖什么那些 它就是温度非常高 温度非常高 对 那这个你看 因为我们来用手来触擀摸一下 还好 然后就是 这样子擀的话 对 你就要擀 不会黏在塑胶带上 不会 对 这个真是你的经验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在讲说 现在正在学的就是咖啡冲泡的方式 对不对 我有考上素食正照 素食正照 还有素食料理 对 就是吃素的 烘焙 还有电脑 对 我有去学电脑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电脑 开始有电脑的时候 很久了 69年嫁给他的 我大概80年左右 我就开始学电脑 因为你在想说 你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要 是 求不得苦 就真的 你要拜托人家 你还不如自己做 那个时候电脑 也不过是才刚刚开始 没多久 你就去学 所以你看 以前是为了园艺工作 打卡片 对不对 对 送礼 像我们 盆景什么的 我们当初就是做门事 好 那是为了工作 那没有想到去学书法 他竟然去想到学电脑 可是你都发觉 这个选择对了 因为你现在当志工 我们也是要学的 对 我们要电子书 不要小看当志工 当志工也是 这个一直在跟着时代在走 这个我们的榜样 尤其是 真的 到了这个年纪 像这样子的 一直不断学习 对你来讲 你的生活是很充实的吧 对 做慈祭不一定聊脱生死 至少 对 没有醉生梦事 我们就是说一般的人 以为当志工 就是付出你的时间跟劳力 就够了 其实不是 在慈祭当志工 如果你没有跟着时代 一直这样子 再学习再付出 付出再学习 没有这样的话 真的脚步跟不上 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而且对自己 很好 对自己 现在我们步入老龄化社会 对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会越来越多了 没有错 比例越来越多了 是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终身学习 这个就是说 我们来 大家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下 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 摆在一起 这个 等它干了 比较 你看 稍微有一点硬度了 这个还很软 对 那时候整个拿起来就好了 整个拿起来就变这样 对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来处理了 对 好 是要用刀切 还是要用 你有特别的 切的时候是黏那个 差不多切的时候 我一般是五公分 黏同耐热塑胶蛋一起切 它就不会沾黏 它的软硬度 有时候是会靠哪一个材料影响到 它的软硬度 水麦芽 我有时候会去不同公司去买东西 买那个水麦芽是不是 对 它水麦芽它大概有 就是一公斤装跟三公斤装的 不一样 我今年用的是新的 就是有看 新的厂牌的 可是它就会比较软 你以前是买三公斤装 还一公斤装 一公斤装 就是不同厂牌 我们是可以问那个烘焙材料店吗 所以你要去看比较老的 你说老厂牌 就是比较 对 这个跟老厂牌有关吗 稳定性 就比较好 当然水麦芽影响到这个 南枣核桃糕的软硬度 那这个水麦芽的 它是老厂牌 它的品质比较稳定 我们去买的话 就会看到 你做糖果 那个叫牛渣糖 它也是要水麦芽 你做很多的那个 你有学的时候 做很多 所以糖果的时候 你要水麦芽 等一下 它要这个 所以说那既然像我们 一般我没有 我买透明的这种 它就 你有颜色的话 扁不了它会参加什么 黄色四号什么 我就不喜欢 我们买透明的最好 因为有一些包装袋是彩色的 对 所以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好 然后都切好之后 家里面有小朋友 我们请他来帮忙 那就可以带工 对 家庭带工 这个就是糯米纸 你看 这样子 我们打开 你这个黏的时候 你就先 你看 放在这边 用一个糯米纸包起来 你这样就不会黏在一起 然后那个 我们送朋友的时候 就是 再把它一份一份的包装 真的很诚意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装的话 也是可以用一个纸盒 然后用糯米纸包好 一层一层的擺好 也是可以 对 可是你假使是说 一般的话 它没有糯米纸的时候 它会黏度的时候 它一定会再添加一种什么东西下去 让它稳定 让它稳定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都没有 好 今天就用这个方式 来做南枣核桃糕 然后它会不会因为天气更凉 它就会比较更口感更硬一点 对 一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今天做的话 要放到明天后天来吃会更好吃 好 所以说你不要马上做了 就拿去送人 你稍微让它摆个两天 稳定性更好 对 那你肚甲死65%的时候 它比较不稳 对 好 而且再加上南枣核桃糕 大部分也是属于冬天吃的甜点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说你看这还是要顺应时节 好 今天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会了这一样也感受到了这个终身学习的乐趣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 谢谢 谢谢 大家才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 满枣核桃糕 做法是黑枣去紫切碎 与切细的龙眼干混合 将水麦芽 海藻糖 放入锅中以小火煮至融化之后 再依序加入枣泥 黑枣 熔眼干 橄榄油 核桃 搅拌均匀之后熄火 再慢慢的放入熟糯米粉拌匀 接着盛起放入在耐热袋中 再放在铁盘上面擀平 待放凉之后再切成条状就可以了 它的口感很好 料非常的实在 很舒服啊在这边 真的是很满足 为在南京东路上 有一家开了一年多的餐厅 标榜创意蔬食 听大家说啊 这里的环境素养清幽 有着亲切的服务 还有精致的蔬食料理 哇 这么棒 我怎么可以错过呢 点儿小姐 这是我们的招牌 后骨牌 你试试看 我发现你们这边的料理啊 每一道都很精致耶 有一点像艺术品一样 当初怎么会想要打造一间创意的素食素食餐厅呢 大概十年前了吧 就是SARS那一年 对 那时候我们直接上人一直在提倡企业人士吃素一个月嘛 我那时候起了一个念 就是说以后有姻缘的话我想推广素食 一直到去年碰到优秀的厨师才敢开这一家餐厅 这里的老板是台湾颇具知名度的企业家 为了要推广素食 他们才跨足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餐饮版图 不惜成本投入庞大资金 招揽人才也坚持使用最好的食材 这个是菇中之王 它的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 它对肠胃也非常好 那你看我们的这些摆盘 这个我们厨师非常的用心 好好吃喔 它外面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很扎实软嫩 这料理是怎么制作的啊 精选出来的猴头菇需要用火水泡上半天 乳过并泡一个晚上 再用酱汁腌制一天 最后再塑形 以小火煎炸二十几分 哇 看开就好像很浪贯 从开始制作到成品 到客人上做所吃到的猴头菇牌 平常它的时间都超过四十八小时 还必须同时关注每一批 每一个季节生产出来的猴头菇 它的韧性组织不太一样 再由我们来去判断说 这一季的猴头菇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它 那才能够制作成 消费者吃到的猴头菇 哇塞 西兰这么的费工 那是不是你们对于食材或是料理上面 有自己的坚持呢 那你看我们的餐点 我们都没有加工品 也没有豆制品 那我们尽量用到五毒有机 这方面我们是很坚持的 你看看就像我们这个五小品 我们当初的构想 要呈现一个五行的概念 第一样的山药 它是用机器把它做成石 然后再把它捲成一个山药菌 那上面有一粒一粒的 那就是酱油金球的分子料理 那第二样就是水梨 包括现在比较健康清爽的小黄瓜 然后再搭配金枣 第三个就是籽瓜泥 然后搭配酪梨 然后做成一个塔的形状 第四样就是手工发生的豆腐 它一个是QQ原 然后它是带一个芒果浆 还有一个白色的是优格 把它混在一起做一个呈现 主要的特色就是 純粹天然的手工健康的食材去做 开胃前菜五小品 每一样都独具特色 吃起来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惊醒呢 另外整个套餐里头 还有香濃的橘桃品袍 浓郁的摊品 充满果香的风味处 和特制的甜点等 这么丰富 我真的是好满足喔 事实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客人 吃完以后说我们餐点非常好吃 光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 满足也值得 对 美味料理的背后 总是隐藏着厨师 伙伴们 还有经营者的热情付出 也因为这群团队的用心 才能让更多人品尝到素食的新滋味喔 什么东西 有一些地方 甚至是市和市场 吃起来 有一个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